其实通常这个断考是学生测验实力的时候 不过如果说考卷上出现一个我不知道的选项你会选吗 这是新北市的学会中学 高一第一次数学断考 选择题竟然就出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选项 如果说你成功勾选的话呢 还能够得一分呢 让学生说真的是佛心来的 不过毕竟这样的做法好像不太公平 所以校方最后决定还是要重考 考试中生想起拿到考证一看上头竟然写着 选择题选我不知道可得一分 难道是投降数一半 在10月9号许惠中学300多名参加高一数学考试的学生 考完之后真的是直呼老师佛心来着 大概老师上课的时候感受到学生学习会碰到一些问题 那他大概出好心就是不必猜了选择题 仔细看看考题选择题五题 一共五分若勾选我不知道至少还有五分基本分 但毕竟这是断考成绩将来有可能会影响到申请大学的繁星计划 校方也紧急做出重考处置 当然可以说是有好心 可是放在这个时间点并不恰当 所以我们才会做重考的 出这份考题的是一位资历超过20年的数学老师 这是希望学生不会就不要乱猜诚实面对 虽然对有念书的同学有些不公平 但老师能实际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不让分数模糊的教学意义 成绩为主的学习模式似乎也值得省思